各位大家好,我是非内风水的Mastery 这一集让我们来用风水玄学 来预测一下2023年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Let's go 2023年流年飞行 最凶的五皇是飞入了全宫 全宫为老的领袖 一家之主,父亲皇帝,国王 意思是说2023年对年长的男领袖 比如美国总统拜登将会面对很大的挑战 可能是身体出现状况 或者是被攻击,面对他很难处理的问题 这也代表我们必须要很小心家里男长辈的一些状况 他们的身体状况 如果家里的男长辈 如果他们的身体出现什么状况 就要马上送医 五皇也代表着男领袖 男性的CEO 比如男总理、男首相、男总统、国王 是一个比较难熬的一年 五皇因为他是比较霸道的修行 因此这些领袖可能也会变得比较专横霸道 他们处理事情就会跟着自己的意识处理 所以战争呢 就可能也会发生 他们可能会为了要保证自己的地位 而做出一些不肯让步的事情 接着下来我们说西方为山沙的地方 也就是冲太税基的方向 因此西方国家如美国、澳洲将会面临问题 然后如果你再看看 马来西亚的首都基隆坡 也是在西方 西马的西方 因此也会面对政治上 经济上也会面对很多的问题 早些时候我已经说明 马来西亚首都基隆坡 有一些新的建筑物 是已经破坏了马来西亚的风水 请参考我之前的blog、碑书、面子书 来得到一些讯息 这样看下去呢 三匹是非是出现在东南方 所以东南亚 我们马来西亚是处理在东南亚 东南亚国家呢 如泰国、缅甸、田湖灾 这些政治动荡是无可避免的 气破均是出现在东北 中国是在世界的东北 而且呢 中国首都北京也是在中国的东北 因此呢 可能有一些政治的动荡纠纷 可能会发生 当然呢 朝鲜、韩国也是在世界的东北 所以啊 可能会有一些篡位多前的问题 都可能会发生 泰税呢 是出现在东方 也就是兔子的方位 因此呢 位置世界的东方 如日本和台湾呢 都可能会出现问题 更甚至是 东方是恶黑病星的出现的地方 因此呢 可能会有疾病的传染 东方也代表着长子、太子 因此呢 处境的身体状况呢 可能会出现问题 这也意味着 这将要 借替公司 西欧位置的长子 也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如 身体状况的问题 然后马来西亚 如果你看看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是在1957年独立的 如果你披一下马来西亚的八字 你就可以知道 马来西亚是属鸡的 而生肖鸡和生肖兔子呢 是相冲的 因此呢 马来西亚呢 将会面临很多头痛的问题 政治动荡在短期间里面 是很难解决的 也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经济 所幸呢 我们的马来西亚的生成八字呢 是药水和药物 而2023年呢 葵卯年呢 葵卯年呢 葵卯年就是 属水的肚子 肚子本身是木 所以有水有木的一年 因此呢 我们应该是可以挺过去的 但是大家必须要做好心理准备 接下来我要用指挥斗数 来预测一下2023年的情况 指挥斗数呢 2023年呢 是破均破路 在指挥斗数里 破均的意思是 啊 杂乱的场地 或者是 开创变动的工作 而入为财 所以破均破路的意思代表着呢 2023年呢 商业方面呢 必须要有变动或者是开创 才可以得到财富 破均也代表着战争 因此 有些国家呢 或者是人 会因为战争而得财 2023年的 词挥斗数是 巨门获权 巨门其实是代表着口 巨门就是很大的门 就是说我们的口代表着 我们的口是一个很大的门 这也代表着呢 如果要得权 得到权力 得到权威 让政治家们呢 或者是公司的高层呢 必须善用他们的口才 必须善用他们的口才来争取 这一年对口齿伶俐的演说家 政治家 是相当有利的一年 因此呢 他们要用他们的口才 来得到这些权威 大选呢 这些领袖们呢 都必须善用他们的口才 来说服别人 来服从和追随他们 词挥斗数2023年呢 是太阴霍科 太阴多半呢 是指优雅 柔弱善良的女人 获科是得到好的名声 因此呢 优雅善良的女人 将得到好的名声 这也意味着善良 可以得到好的名声 在2023年 贪婪祸际 贪婪 这个要特别小心了 贪婪 代表着贪心 也代表着逃货 因此呢 奉献已婚难事 在2023年呢 就不可以沾祸而炒 2023年呢 可能会发生 很多大人物的性丑闻 或者是桃花丑闻 这些人的桃花丑闻 都会被爆出来 2023年呢 也不可以呢 贪得无厌 所以呢 他是贪然或计 计是相当的不好 所以呢 如果你贪心的话 就会发生很多的问题 所以呢 2023年呢 贪汪的丑闻 将会有很多被爆了出来 中国和台湾的紧张关系啊 短期间内也很难解决 台湾和日本可能会发生 严重的地震和突分 2022年俄罗斯发动战争 但是我研究了很久 发现啊 这几年的流年飞星呢 到北方的都是比较好的 俄罗斯在北方 所以我不认为 西方国家能够真正的导致 俄罗斯的经济难以控制 但相反的会使到 自己的国家的通货膨胀 难以处理 流年飞星 四号星 也就是文昌星 是飞入中宫的 所以今年对科技的发展 对一些发明 将会是很好的一年 所以呢 我认为呢 新冠肺炎啊 将会在这一年呢 完全的被控制 因为人类的科技 发现已经足以去控制这个疫情 再继续蔓延下去 祝大家2023年 腿毛年 也是兔子年 属水 水和木的这一年呢 有一个很好的一年 谢谢大家 我是Beneng风水的Master Lee 本身是英国必会回来的工程师 但这十多年来呢 我却做了另外一件 我个人认为是更有意义的事情 那就是研究风水 怎样用科学和理性的告诉大家 风水并不迷信 所以这十多年来我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一有机会 我就会到处去演讲 告诉大家 风水其实是科学 而且我出了很多书 风水是什么呢 风水其实是 祖先研究天文地理而得到的一个结论 天文是什么 天文是天上的行星 天上的行星 太阳月亮是怎么影响我们 它的磁场怎么影响我们 然后接下来就是地理 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 大自然怎么影响我们 里面包含着世界最古老的书 疫情的伟大的智慧 然后再用历史去应征它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subscribe我的youtube 我会做更多好的youtube 跟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